Lin輝煌在機智校園生活 以及實境節目全明星運動會中 表現都相當亮眼性 不少粉絲關注 不料日前她卻遭到一名自稱是她前女友的人爆料 表示兩人已經交往一年 去年卻發現Lin輝煌開始暧昧同盟的師妹 更受到兩人分手後 男方更開始要回交往期間 送給自己的東西 更將這些對話都提供給爆料平台 而該平台收到訊息後 也開始標記林輝煌 並開槍直呼這些都是真實 要對方把素質拿出來 對此林輝煌相當錯愕 把爆料者所提到的時間 當天的行程全都公開 說到請問我哪裡來的時間跟別人吃晚餐 麻煩請爆料者能出來解釋一下嗎 最後隨意散播謠言者若不道歉 將會請經紀人尋求法律途徑 對此凱沃經紀公司也表示 林輝煌去年工作滿檔 就連休息時間都不夠 更沒有交友實踐 這完全都是子虛烏有 最後林輝煌也與該爆料平台對職 該爆料平台一開始相當強勢 不承認爆料者是作圖 甚至還開槍表示 要爆料者提供螢幕錄影 來證實不是作圖 怎料爆料者被要求後 竟然就封鎖該平台 才讓該平台驚覺 是遭到無聊的粉絲利用了 隨後也趕緊發出多片現實動態 向林輝煌道歉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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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